我们在夜晚会看到流星划过天空 也听说过陨石撞击地面 砸出一个大坑 新闻上时不时报道 有航天器返回大气层烧毁 在我们的印象里 一般的陨石或航天器 从外太空进入地球 经过大气层的剧烈摩擦减速后 就算没被烧干净 掉在地上也没什么威力了 只要不是被正好击中 基本上没有太大危险 但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的大气层虽然启动减速效果优秀 但也需要进入大气层的物体 具有较高的空气阻力外形 来帮助它减速 可是如果进入大气层的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情况就不一样了 它的锥形弹头进入大气层时 受到的气动阻力较小 很容易加速 有些型号的弹头在出地前 可以达到26马赫 也就是每秒8.8千米 如果弹头重量500公斤 那么就算它不装任何炸药 仅靠撞击地面的动能 就能达到195亿较耳 相当于4650吨TNT炸药的威力 这个威力基本上能把一个小县城报废 但是毕竟弹头是圆锥形的 它还是具有较大的截面尺寸 如果我们把一只细长的剑 从太空扔下来 会怎样呢 假设这只剑重1公斤 从低轨道被扔下来 在低阻力和持续加速下 它出地前能达到大约每秒10千米 那么撞击动能将达到5000万较耳 相当于10吨TNT炸药的威力 这个威力足够把小边家的小区 几栋楼全抹平了 那么我们把这只剑做大一些会怎样呢 比如做成一个直径30厘米 长度6米 重量3吨的大铁棍 把它放在300公里的地球轨道上 一旦扔下来 它的末速度大约每秒10.8公里 撞击动能可以达到1750亿较耳 也就是相当于41500吨TNT的威力 这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三倍 这就是美国的上帝之杖 天机动能武器 它由一颗携带若干大铁棍子的卫星 和另一个辅助卫星组成天机武器平台 铁棍子无辐射无污染 安全可靠 随取随用 是替代核武器的理想选择 看来 大道之简 人类从冷兵器发展到核武器 最后也许又要回到扔铁棍子的冷兵器时代 随到五月的设计 账到一遍